今集即日,來回有馬溫泉 漫遊古街,浸金湯銀湯,吃完喊茶 再入住神戶三光靚景新酒店 即神戶牛,海膽炎 Hello,大家好,我是沙朗 之後要講時間,所以我現在在車上拍 今天我們會出發去有馬溫泉 我昨天住在酒店,非常接近這個 去有馬溫泉的巴士站 所以今早可以一早 大概走幾分鐘就已經到達巴士站 前面這棟就是板急 我們就要去板急下面坐巴士 板急這裡有一個很大的標誌 說到是高速Bus Terminal 過了馬路對面,其實是新板急酒店 旁邊這條路就可以轉進去 看著指示,向前走到達板急山翻街 如果在商場裡面,你只要認著板急山翻街 再搭電梯下來的話 都會到達這個高速巴士總站 除了一程過直通有馬溫泉 遠到高知高松,米子得島 都有車 可以網上預約,也可以即場買票 這裡都有很多Coin Locker 如果真的要擺東西就不擔心 拿著行李帶著小路的話 乘巴士一定是最方便 今天可能大家都聽到 周圍都幾吵 大家趁周末收日來一個有馬溫泉的一日游 有馬溫泉位於綠甲山北邊的河谷地區 由大阪出發大概一小時車程 那麼出名的溫泉,為何我現在才來? 我們剛剛在這裡下車了 除了搭巴士之外 其實裡面還可以擺行李 還有Coin Locker 上下兩層都有 無論板急山翻街和京都 都有車直搭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有馬溫泉 有馬溫泉下車站之後 其實已經在一條有很多商店的溫泉街 今天星期六日會多人一點 田柱,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 以前很喜歡 這裡有很多的炭酸煎餅 炭酸類的溫泉饅頭 蕨蜜梳巴的石 很多甜品 雪糕,Smoothie,肩腐蘿 這個很吸引 但是很大份 吃一點就很飽 炭酸鮮貝 我朋友說要 他很好吃 炭酸水的梳打 這裡大部分的手信都圍繞著炭酸 因為這裡的炭酸溫泉是適合飲用的 兩份 100日圓 我會馬上做馬上吃 前往前走到最遠 有條紅色的橋 那邊就是一個色彩場的景點 試試炭酸泉鮮餅 炭酸鮮貝說是名物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跟一般普通的烤餅沒有什麼分別 有一點甜甜的 吃下去 這條就是太合橋 太合橋這個位置 有看到這麼漂亮的景色 我上網看了一些圖片 才發現原來這裡也變了很多 這條河 沒有了幾個大湯位 啊 我很惹怒 為什麼封了 為什麼會沒有了 現在看上去好像去了韓國的清溪村 好像沒有了以前的特色 其實在巴士站的旁邊 轉進去這一條才是最多夜行的街道 這裡是一個 現在還交錯的一個溫泉龍街 很多都是一條 它比較有很多分支 這裡有分叫金之湯和銀之湯 當中最非常常的金之湯 這裡炭酸泉被稱為銀湯 而金湯就是另一種溫泉 這個就是金湯的公共浴場 重用昆布 除了炭酸煎餅 重用昆布也是這裡的名物 這裡有很多咖啡店 全部都是售炭酸煎餅 我挺喜歡這裡的街道氛圍 一條龍街 所有兩邊都有很多店 這些才是我理想中的溫泉街 很多東西走很多小店 而金之湯圍做分岔路的另一邊 右邊就開始有很多餐廳 這間很出名吃我之前說的 精神烏鴨和新鮮野菜 你喜歡有馬溫泉的氛圍 因為它有很多橫街窄巷 雖然今天是星期六日 這些小學裡面 都是保持一種寧靜的感覺 隱世的壽司店 有馬溫泉是有1300年歷史 是日本三大古湯之一 這裡有泉園很多 一共有七個地方 金湯的泉園 很棒 原來是含有貼的 鹽份很高 難怪我朋友說不癢 可能是鹽頭 我沒想到這麼出名的地方 會是這麼寧靜的 有馬安全的景點比較分散 很多地方都有斜路和樓梯 如果帶小朋友和老人家 就不方便 大家就要留意 當然這裡有很多溫泉旅館 但其實這裡的溫泉旅館 也有一個特色 很多都有做日歸溫泉 即是來回的溫泉 可能香港人都很喜歡去旅行 針溫泉 再連住宿 但其實日歸溫泉有很多好處 例如日休息的時候 看到景色會比較漂亮 而且很多日歸溫泉 都會包含一個午餐 變相去旅行 可能逛逛 吃東西 吃午餐 晚上可以出市區 玩法價錢方面都會便宜很多 有馬溫泉圓山而見 走到下面的話 就會到達神戶電鐵有馬溫泉站 由神戶出發 最方便便是乘電鐵 一出站之後有的士 也有巴士站 這個就是太合之湯 即是我預訂的那間巴士站 巴士站旁邊都貼了一個時間表 而這裡很多溫泉旅館都是沿山而見 雖然地圖看起來很近 但要走上去都很吃力 我們很貼心地提供了來往神戶鐵路站 和有馬溫泉纜車站的巴士 它就不是溫泉旅館 而是這裡最大的溫泉樂園 它的營業時間開得很硬 而且入場費也只是3000日圓左右 說過永世不用chiptop.com 一用就馬上吃東西 唉真的 它是要我出市電子票 而我一按的時候 chiptop.com的電子票是ERROR page 換完之後無法出市任何QR Code 我和我的email裡面 亦都沒有這個電子票 最神奇的地方 這個預訂單並不是取消 已經完全付費 但是chiptop.com本身就是Ctrip Ctrip是一個大陸網站 我不是太多試任何大陸 但是這個網站長期以來 都是有巨量多的問題 幸好這個是溫泉樂園 我都是預定是即日來回 不然我相信會有很大很大的問題 我都想不到會這樣 我現在都是卡住了 我站在門口 其實我已經付了三百多元 差不多四百元 唉 弄了一小時 終於弄到了 這個 中間有很多跟chiptop.com交涉的細節 我已經不想再看了 幸好店家也很理解我的情況 陪我弄了很久 這是很值得稱讚的 這裡有商店 有浸泉溫泉的地方 還有岩盤浴 還有食物 現在當然要先吃東西 湯之山街 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吃東西的地方 這裡是另一間餐廳 吃東西比較漂亮 這裡吃東西精緻很多 有刺身等等 國產牛黑和和牛 這些都不錯 用餐環境都相當不錯 這個叫有馬西打 是這裡的名物 基本上是剛剛很多的 肚產店都會看到它的蹤影 這個很好喝 這個 一點像波子汽水 甜甜的微酸 很好喝 今天這個套餐廳 除了包括一個門卷之外 這裡還特別包了一個 叫有馬溫泉的SUKIYAKI 連上Ticket大概是300多 差不多400元 另外追加了刺身 但是這麼小 當然外面還有很多選擇 溫泉交易有好幾間都相當出名 例如蒸黑和和牛的蒸籠的飯 還有一些甜品 我們待會都會去吃 如果有時間 可以搭藍車上的龍甲山 玩到好夜了 我們就不一定要坐巴士 我們可以搭鐵路走 這樣就會比較彈性 跟昨天吃的村床料理好似 不太好吃到 瘦牛的雌甲流香和有口即化 我覺得這裡不會說自己是神戶牛 然後服用一些不是神戶牛的東西 但實際上 我不覺得它是神戶牛 我看過另一間叫龜之井的溫泉酒店 最出名的浸金湯 那裡還有神戶牛的午餐 但神戶牛的午餐要打電話去預約 長期找不到人 電油也是找不到人的 所以最後我放棄了 之前有Floris說過 他最喜歡的就是炭酸泉 大家看的時候 就像香檳一樣 有泡泡在你身上 金湯其實沒有什麼味 起初以後會是很重的 礦物味 但原來它沒有什麼味 啡色 我不覺得是金色 不過這些都是市場 這裏可以一次過浸小 金湯和銀湯 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我特別喜歡這裏 上面的老天風呂 它周圍沒有什麼景 是用很多木條和竹枝圍著 但會有一些植物在這裏 上面的製造也很漂亮 溫泉都是一個個小的Pool 我適合這三五支的一起在這裏浸 就不會為一大群人浸到一個露天溫泉 都蠻有趣的 而且有不同種類 哇 下午茶時間 整間咖啡店也是很多人 裡面還有很多小路 給大家發覺 我本來打算去六甲山上的屋圍 上去山上看看 但聞說好像不是很多東西看 而且又不是晚上 所以現在就決定吃個茶才走 這邊其實有很多咖啡店 可以給大家慢慢坐 這一間也是很好吃的 剛剛突然忍口不吃甜品 特意要來這裏吃 這間茶葉很受歡迎 很多人都喜歡在這裏吃甜品 所以不想嘗嘗這裏的蕨餅 這裏還有其他東西吃 聞說這間茶 是由日本最高等級的鑑茶師所監製的 當然茶相關的甜品也有差不多質素 我點了這個三蕨餅 各式有黃豆粉、糖和茶 它浸在冰水裏面 大家就可以慢慢夾起它 我覺得這個過程非常療癒 有些人喜歡吃粉 有些人喜歡吃糖 兩樣都很好吃 還有這個是抹茶入的 真的濃濃的抹茶香 很好吃 如果喜歡麻糬的朋友 應該會非常喜歡 這裡又有室內室外的座位 環境很舒服 浸完溫泉之後 吃完這個茶 真的相當完美 其實這個地方 我覺得不算特別美 所以我特地沒有安排住一晚 如果通常有海景 或者周圍的景點真的很多 我就會多住一晚 如果大家很想找一間酒店住一晚 我覺得龜之井溫泉酒店 是挺不錯的 因為它前身是一間 比較出名的溫泉旅館 而且那間溫泉旅館 它最出名的就是金湯 因為它的泉源是最棒的 而且我看過它的計劃性價比也很高 很便宜的食物 就已經可以去到 神戶牛、鮑魚等等 都挺佛心 如果兩人以上的話 其實有幾間溫泉旅館 它都可以包下午的房間給大家 吃完東西 還可以在房間裡休息一下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看看日區溫泉的選擇 經過行李 我們已經出發了 如果回大阪京都 可以乘搭原本的板急巴士 另外也可以選擇穿過太合橋之後 旁邊也有個巴士站 那裡就有兩種巴士 這個由最后營運的有馬Express 可以來往神戶和大阪 但要記得最少提前一天在網上買票 另外一隻就是神機巴士營運 途經有馬溫泉和神戶三公站的巴士 不需要預約 但就要早點去等位了 因為這巴士原本第一站是OLED 有馬溫泉只是中途站 所以比較容易敷 剛剛排到我就沒有位了 迫著要乘神戶電鐵回程 雖然要轉幾次車 但月台在對面 而且時間上真是最快的 只是30分鐘 神戶三公上蓋開了一間新酒店 在東口這個方向一出 這一層已經有酒店入口 但我找不到 不要緊 我們上去上面的shopping mall 一樣看到很清晰的指示牌 以交通配套來說 這間酒店真的不能輸 酒店下面是板急和板神的神戶三公站 也是JR的三支公站 有鐵路去神戶機場和附近海岸 還有機場巴士去關西空港 穿了JR三公 看到這個出口在外面 就是機場巴士 一出酒店左手面 走到最盡頭 就看到大量的Locker 這裡Locker是可以放三天的 又離開神戶去淡路島 住一晚 這個Locker就很有用了 上去Lobby貫切RAM的型格路線 門口不是放鞋 不是放衣櫃 都相當少見 一進來大家都要洗手 有水一律加分 其實這個位置都算OK 不算很窄 這間酒店都不錯 是我第二次入住的牌子 因為洗手盆旁 就是廁所和浴室 地方不算寬敞 但都頗乾淨 我最喜歡這間磚的感覺 浴室 不會太膠 發黃 很少酒店會有雨林 所以都很好 基本的用品都齊全 很少酒店的衣櫃 很少酒店的櫃門 就不是放這裡 但這個也不錯 也是適合過境人士 因為說真的 去旅行很少把整個衣櫃搬過來 有電線 這個是不是充電線 咦 有搭配器的酒店 一律加分 真的很多酒店都不會提供 這酒店是車站上代 所以樓層一般都很高 全部一律加分 那些景觀 最棒是這個按摩椅 好瘋啊 這個酒店連一張 可以放在前面的桌子都沒有 我覺得這些對於 我們喜歡吃宵夜的人士來說 是很重要的 你跟一些有情而上 戀人未滿的朋友 去旅行的話 你就可以好好善用一下 這些廁所和浴室 床頭 很方便 很舒服啊 這間酒店是有點超乎我預期 我沒想過景觀會這麼漂亮 之後還可以有一張按摩椅 床也很夠大 我想我今晚一定睡得很舒服 不過我現在有些東西想買 想早點出去 先去 這麼多神戶牛 一街都是神戶牛 我喜歡吃那個雕白湯 下面太多食物了 我出了板急神戶站 向西走之後 看著對面 就已經看到很多人過馬路 那邊就是超級多東西走的 這裡連著有幾個商場 例如新plaza 0101 Santa Plaza 這裡是超級好走的 好多西 簡易防水電話套 這個還可以按 挺好 非常好 大家真的有很多好多西 看這些多漂亮 有燈光 這個Ekutaro 很多東西吃 香港人很喜歡吃幾軟水產 我這裡找了一間小店 是吃神戶牛和海膽的 乾杯 乾杯 好好吃 那一口鹹口 這間餐廳也挺旺場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叫我這個套餐 這是一個6000日圓的套餐 先來一個手谷壽司 上面這些都是神戶牛 看到它的油花都已經知道 它是入口即化 再來就是海膽神戶牛 Sukiyaki 這樣吃神戶牛 也真的是第一次 這麼大片神戶牛 我也不知道怎麼吃好 唯有把它捲起來 再沾到蛋汁裡 足夠Igable之餘 真的邪惡 不得了 我咬這樣很可愛 吃了一塊鹹鹹的 很順滑的牛肉 但中間有一些很海鮮的鮮甜 是挺可愛的 再來就是魚子海膽羹 這個名字是我替它改的 不用調味魚子 最好的調味就是中鹹鹹鮮 不過大家都應該看得出 它用的 不是什麼好看的海膽 還有一點點水 痛風刀 痛風刀 很好吃就說不上了 但也挺有力氣的 看上去的食材都知道不是新鮮 吃下去當然也不會特別鮮味 全部都是用一些很容易熟的 例如金菇水菜 基本上不用幾分鐘就已經熟了 熟了的白紙很奇怪 有點腥臭 它聲稱這個鍋是有海膽做湯底 不過海膽就好笑 原來吃完這個鍋 是還有乾坤的 這個鍋是要來煮成一個粥的 我覺得原來這個粥才是最好吃的 它的底部真的有很大量魚子 吃到口裡 每一口都是薄薄的聲 還有很奶油 不知道加了什麼湯 不過份量真的太多了 適合兩個人吃 有些好吃有些不好吃 不過我覺得Service方面 出菜真的慢一點 洗完澡了很爽 記得嗎 蜂葉天婦蘿 但我竟然忘了吃 其實它還不能放的 不過我怕摘爛 所以回香港之前 我覺得一定要吃掉它 一本很多東西吃過 吃蜂葉真的第一次 我沒想過蜂葉原來是可以吃的 嗯 其實它炸到裡面已經是 跟天婦蘿是黏在一起的 是不會有任何樹葉味 又不會有樹葉的感覺 是很脆很脆 但是吃下去有點像新年吃的那種 那種叫什麼呢 那種鹹水果 是不是叫鹹水果 即是原菇蘿的角仔 那種很脆的那種皮 再加了少少少砂糖 exactly是那種脆 就是那種的感覺 這個挺有趣的 再加了一些芝麻 很有那種角仔的味道 哈哈哈哈 去完有馬溫泉 我也知道很多朋友會選回大阪 又或者直接住在有馬溫泉 不過為什麼我特意選回到三宮這一邊呢 就是因為明天我要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看一個很特別的建學 之後我們再出發去淡路島 大家千萬不要再過我們下一集的精彩內容 每一次去旅行 我自己除了喜歡找一些新東西之外 我都會想把一些不同的體驗放在一起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集見 拜拜 下集我們登上世界第二場的跨海吊橋 300米高項欣賞360度的全景 參觀淡路島的新鳴鎖 食時令好西 一日禅修入住建築大師的作品 又好玩又好吃 如果你喜歡這個行程 但又不想計劃得那麼辛苦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 又或者按暫停 在左下角就找到一個購物的標誌 可以單次購買過的行程表 裡面已經有了交通 以及更加詳細的餐廳推介 行程指南50%的收益會用作慈善的用途 想支持我的創作可以加入成文會員 除了可以抽選手信福袋 我亦都可以在IG回答你的問題 食物副社會員可以在社群當中提供的連結 下載到所有行程表格 包時間班辭 有用連結 餐廳介紹 洗肺預說 景點介紹等等 工作人員 是 有 有